联邦法院三思一致驳回雪兰俄州伊斯兰理事会的上诉 维持上诉庭的原判 也就是裁定一名母亲的前夫 单方面为五名孩子改教成为穆斯林 无效 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敦东姑麦木 分别聆听了雪州伊斯兰理事会的代表律师 还有孩子母亲的代表律师陈词之后 以印迪拉案件为例 驳回伊斯兰理事会的上诉申请 同时预令该理事会支付三万令吉的糖费 给第一打病人 东姑麦木说 2018年联邦法院已经针对印迪拉案件裁决 为孩子改教必须获得双方父母的同意 再加上伊斯兰宗教管理雪兰俄法令 第117条文也阐明 父母双方都必须同意才能为孩子改教 这起案件中的33岁母亲 是在2019年8月 接到了雪兰俄州伊斯兰理事会新教徒 注册出的信函后才知道 前夫已经擅自为5名孩子注册成为穆斯林 于是入禀沙亚南高庭 要求法庭宣判 前夫单方面为孩子改教无效 沙亚南高庭当时裁定改教无效 理事会再上诉 可是上诉庭同样驳回申请 这一段时间是入禀沙亚南高庭的本身 我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是入禀沙亚南高庭 我可以看到这段时间是入禀沙亚南高庭